富人享受财富,凭什么让穷人平摊罪恶? 南极冰川融化,企鹅无家可归, 北极熊受骨临寻,全球温室效应的确在加剧, 可罪魁祸首真的是普通人吗? 一个宣传环保的网红发视频, 说冰川融化,北极熊无处可依, 什么时候他们游不动了, 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北极熊了。 看完感觉人类很罪恶, 都是我们的存在让全球变暖。 没想到视频评论区的年轻人无比清醒, 一眼看出这根本就是在PUA, 富人们开着私人飞机满世界乱化, 碳排放量远远超过普通人上下班的排放。 卡戴山家里的水龙头一年四季都不关, 月用水量高达870吨, 普通人一年的用水量才几十吨, 可有谁替普通人发声过, 说水资源的浪费和普通人没有半毛钱关系? 电视广告里呼吁, 不要吃鱼翅, 可事实上, 普通人连鱼翅长啥样都没见过。 那玩意不都是富人的盘中餐? 穷人买不起车, 天天挤公交地铁, 低碳环保出行, 夏天不舍得开空调, 生怕那点可怜的工资不够花。 可是全球有10%的人最服用, 他们消耗了50%的资源, 却反过来告诉普通人要注重环保。 可怜的是穷人, 财富一分没得到, 要背的锅是一点都拉不下。 环保本身是好事, 但应该环保的人不环保, 普通人还有必要努力吗? 当你在拼死拼活的省电费时, 节约下来的电都给别人享受了。 环保公主口中的全球变暖是普通人的错吗? 看着富人们同情北极熊的遭遇, 那何尝不是穷人的生活状态? 在诺大的城市中, 穷人也没有落脚点, 买不起房子, 开不起车, 打不起空调, 可全球变暖的罪却需要平摊。 有些人说, 我连海边都没去过, 海洋垃圾却成了我的错。 再说到节约水资源, 的确, 每个人节省一滴水, 加起来能汇成一条河。 可谁又知道, 一个占地1500亩的高尔夫球场, 每年消耗4000万吨地下水, 购一个普通家庭有2.7万年。 穷人节省一辈子的水, 还不一定有富人一天消耗的多,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, 说的一点也没有问题。 可是当一小撮人, 毫无节制地去破坏环境, 却呼吁大众共同承担责任时, 这问题就大了。 富人们之所以能让普通人变成被边缘化的北极熊, 第一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财富, 有钱能使鬼推磨, 自然有钱也能找替罪羊, 第二是那些所谓的环保人士, 喊出的口号未必是真理, 有人提议中国停止使用筷子, 还想改变恒河水, 可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水这件事, 确保知识态, 所以年轻人还是要保持清醒, 既然要评分责任, 为啥不能评分财富呢? 富人们如何摆弄穷人? 为啥一小部分人消耗了全球50%的资源, 却反过来让穷人平摊责任? 或许你听说过奶头乐理论, 这是富人们为了掌控穷人, 特意研究出来的一门学问, 1995年, 在美国旧金山一场精英会议上, 500位顶级精英畅所欲言, 对社会发展高坦坡论, 最终一致认为, 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 社会顶层的富人和社会底层的穷人, 会爆发出越来越多的矛盾, 为了避免底层人仇富, 专家提出了奶头乐理论, 也就是提高底层人民的欲望, 降低他们的收入, 同时还要贷款给他们, 让这些人一生都处于忙碌还债的状态,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, 制造出娱乐和游戏, 让这些人有精神寄托, 不至于濒临崩溃, 于是后来电子游戏各种娱乐产业紧喷式增长, 包括丰富的影视作品, 选秀综艺, 男团女团, 这些娱乐项目发展至今, 再提从店铺到电视机, 再到手机, 已经让奶头乐精神达到了顶峰, 人们逐渐抛弃书籍, 一头扎进视频中去, 不断刷新应接不暇的信息, 维持短暂却有空洞的快乐, 那么你觉得这种快乐, 是富人们打造的减防吗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记得点赞关注, 下次不迷路。 消费中准备 小时不能生费 小时不能生费 最后感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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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感覚